今天我們要這是一個課本的實驗 你可以回家自己做 不過要做很久 請你拿一個杯子 然後呢 裡面放一些大石頭 一些小石頭 一些細砂子 一些爛泥巴 然後裝水 喇喇以後把它靜置 等它所有東西都沉澱下來 你要整那些細砂子爛泥巴都沉澱 大概需要花一兩個禮拜 然後就開始看 結果 這裡 有兩個重點 重點一 它大顆的會在下面 小顆的會在上面 大顆在底下 小顆在上面 大小顆會變成一層一層 因為是大小顆 所以它是立即沉澱 所以一個重點 大顆的在下面 小顆的在上面 第二個重點 它的沉裡面是平的 沉裡面是水泥的 這件事 未來也有用 沉裡面是水泥的 所以做這個實驗 有兩個重點 大顆在底下 小顆在上面 第二個 沉裡面是水泥的 OK 記住 好記住 如果是流水沉積 如果是流水沉積 基本上也是大顆在底下 小顆在上面 可是它流水會動 所以沉裡面不一樣 進水沉積 沉裡面是平的 流水一邊走一邊散 所以沉裡面不是平的 好這樣子看看就好 這個看看就可以很重要 這個輸出跟輸入的平衡 輸出跟輸入的平衡 來來來來 我們還是問一下 它跟你在理化學過的可逆反應的平衡 意思差不多 停車戰界問 什麼叫做可逆反應達到平衡 可逆反應達到平衡 是什麼意思 什麼情況叫做可逆反應平衡 暗示 什麼等於什麼的時候 叫做可逆反應達平衡 Number 5 會不會有錯 25號 25 25 什麼叫做可逆反應達到平衡 什麼叫做可逆反應達到平衡 圈圈等於XX的時候 叫做可逆反應達到平衡 這有暗示到你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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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喔 沒有喔 好 你說什麼 正反應怎樣 你少兩個字 算你對了 請坐 正反應速率等於逆反應速率 正反應速率等於逆反應速率 然後老賽叫做動態平衡對不對 達到平衡的時候 正反應速率在進行 密反應速率在進行 只是因為一樣快 所以外表看不出任何變化 上學期末學過的 等於密反應平衡 就這差不多輸出輸入 成績跟輕始 這個不是重點 為什麼不是重點 因為 如果你已經知道 輸入大於輸出 成績大於輕始 你當然就知道會越成績越多 它就會長出所謂的海浦新生地 海浦新生地 對不對 很正常 因為成績多 長海浦新生地 正常 但如果是輸出比較多 輸入比較少 輕始多 成績少 就被挖走 那海浦新生就會怎樣 退縮 還是朝陸地退縮 也很正常 你想就知道對不對 那兩個差不多多 差不多多 達到平衡 仍然持續進行中 但外表上看不出變化 所以這個不是重點 輸出輸入的平衡本身不是重點 你看就知道會有什麼結果 那重點是什麼 重點是 你做了什麼事 會有什麼後果 當年學生跑過這一題 他畫了一張圖 現在還在這裡 以前還在這裡 以前在這裡 現在在這裡 他問你 你做了什麼事 你看到他長出海浦新生 你問你 你做了什麼事 後來他長出海浦新生地 所以重點是 你做了什麼事情 會有什麼後果 回家如果寫參考書 如果寫到任何題目 遇到這種題目的時候 就把這四個選項都看清楚 每個選項會有什麼後果 要記住 因為反正就是那幾個選項而已 也變入太多 你們知道說做啥事 會有什麼後果 待會我們會有個例子 我們待會會有個例子 OK 所以 那麼這個 就是所謂的 倒產沙石 倒產沙石 然後我們先看 照片 就是橋 台灣西部的主要橋樑 通常都長成最不得性 好 然後呢 不穩固 所以呢 鳳魚拉丘斷掉了 高平大橋倒塌 斷掉 那這怎麼回事啊 這怎麼回事啊 我們做橋的時候 現在這個河床 現在這邊插上幾根 插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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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抓進去 然後上面呢 一個橋樑 一個橋柱 估個橋面 我就蓋好了 結果現在因為輕死太厲害 河床被刺掉 輕死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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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個橋樑 那邊又露出來 這樣還會穩嗎 不會穩嗎 所以就容易會垮掉 就會垮掉 所以 就會長成 剛才的這個樣子 所以的鳳魚拉就 垮掉了 那這是什麼 就是 倒採沙石的結果 然後呢 我們在 這裡 倒採沙石 挖了一個大洞 河水為了想要把這個洞 補起來 就要從上游斑更多的石頭下來 就會使得上游的輕死會增加 於是就河床被輕死掉 就是反正 所謂橋樑裸露 然後就容易會垮掉 OK 活蹤 基本上 我們只教對上游的影響 我們沒有對下游的影響 考試就畫一個河 放幾座橋 告訴你說 我在這裡採沙石 請問你對哪一座橋有影響 你就選誰就好 上游的就好 可以上游的就好 OK 我剛才講說挖了一個洞 要把河水為了想把洞補過來 所以上游其實會增加 這是一個普通話的講法 也有那種有學問的講法 就是你把它拿走之後 侵蝕基準面下降 所以侵蝕會增加 不過這樣太有學問了就算了 我們不必有那麼有學問 就想挖一個洞補過來 就這樣就可以了 意思是一樣 OK 所以你要注意它會對上游 有一個影響 稻採沙石的結果 因為台灣稻採沙石很嚴重 所以西部長都長成這樣這部德性 所以其實都會有點危險 OK 最後就是這個 我蓋了一個藍沙坊 我蓋了一個水庫 會發生什麼事 我蓋了一個藍沙坊 把沙子擋住 沙子就去不了出海口 沙子不到出海口 出海口的成績就會怎樣 減少 出海口的成績減少 就感覺輕蝕會增加 所以海洞潮物力退縮 所以這就是我做了什麼事 會有什麼後果 我剛才跟你講 這才是重點 你做了什麼事情 會有什麼後果 好 寫過題目 四個選項都要知道 這個選項會造成什麼後果 把它記住 把它記住 OK 這才是重點 這才是重點 當初學生一直考這個 你做了什麼事情 不知道這個結果 而不是說 我輸入大於輸出 會怎麼樣 廢話那看就知道了 看就知道了 那不重要 所以這就是你要學會的事情 可以嗎 可以 很好